當然打出最後的這一分最關鍵 也就是我們今天的單場MVP 讓你掌聲歡迎POWERSWING OK 掌聲鼓勵 恭喜林舒逸 好 這邊呢 今天就請我們的艾比來代為頒發單場MVP 給我們今天打出再見安達的林舒逸 恭喜 好 來 我們往中間集中一點 中間集中一點 好的 接下來呢 也要頒發的這個金色山脈 提供的單場MVP的十公升的啤酒一桶 給兩位的幸運的MVP的球迷朋友 恭喜 好 這邊呢 恭喜舒逸獲得了今年的第一座 由犀牛頓提供的獨家的手機殼一指 恭喜舒逸 好 這邊呢 也先謝謝我們的小翔跟艾比這邊要來訪問到的是今天 登場MVP 林舒逸 好 首先呢 要非常先恭喜舒逸 再見 不要急出再見安達 也是 連續的兩場比賽逆轉對手 那來先來談一下 因為曾俊悅算是一個非常強力的投手嘛 那球速也非常快 那在面對那個打擊的過程當中 自己在上場之前呢 教練有給你一些什麼樣的想法 或者是你自己本身有什麼樣的想法 可以這個時候跟我們大家分享嗎 我就上去把球棒拿短一點 然後想辦法先碰到球再說一下 先以擊到球為主就對了 好 那這邊呢也特別想問一下 因為其實舒逸啊 自從這個 舒逸當初是以這個疫苗上 就是說因為疫情的關係嘛 那來上來一局 那到現在為止啊 整個打擊表現其實非常的平穩 也非常理想 打擊率基本上都在四成以上 可以說是非常穩定 那是不是談一下 其實今年球界啊 從二軍啊 一直待著到現在的進到一軍啊 這個打擊的維持的穩定的過程 是怎麼樣去維持這樣子的好手感 是不是也跟我們稍微分享一下 在二軍到一軍現在的整個打擊的過程 其實就只是 每天把自己該做的事情做好 是 然後多看一些影片 多了解一些脫手 是 OK好 那我相信呢 一定有做到 而且做得非常好 所以才有這麼好的效果 到現在整個打擊率呢 高達四成以上 可以說非常好的表現 先給舒逸掌聲鼓勵好不好 好 那另外呢 因為今天這個主題是霹靂布袋戲 我想要問一下 你以前有看過布袋戲嗎 沒看過 是不是 OK好 但是未來我相信有機會呢 也是可以好好的來這個 涉獵一下 稍微了解一下 我們這個中國的這個算是文化 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體驗 好 那最後呢 我們今天在比賽拿下勝利呢 有非常多的球員朋友也非常開心 也非常支持的舒逸啊 那這邊呢 而且聽說舒逸現在 即將要當二寶罷了是吧 先恭喜舒逸一下 好 好 那這邊呢 是不是有什麼話呢 趁這個機會 跟心愛的球員朋友 或者是 真的一路支持我們的家人朋友們說 請說 其實我在二軍一直很渴望 可以上來幫忙 等很久了 是 很開心上來球隊可以幫助到球隊這樣 謝謝 是 那有什麼話 想跟特別跟誰說嗎 因為這個MVP 也算是非常的辛苦得到了喔 對 因為從去年腳斷掉之後 老婆一直很認真 就是很辛苦的照顧我 生活寄居這樣 是 然後現在又懷孕了 又疫情的關係 所以 老婆很辛苦這樣 老婆辛苦了這樣 是 好 那也希望呢 藉由舒逸的好表現 既然 上了一軍 就不要再下了一軍喔 再次掌聲鼓勵 恭喜大家MVP 林舒逸 謝謝 謝謝 好的我們可以知道了 那身為一位職棒選手 其實呢 在每一個受傷的過程當中 真的是非常難熬喔 那舒逸呢 也在去年球季 努力的熬過來了 那今年呢 也終於有機會 上到一軍 並且呢 拿下單場MVP 我相信呢 努力的球員 終究會得到回報 哈囉大家好 我們是 台神SixTimes 中信兄弟官方Youtube頻道 你訂閱了嗎 還有中信兄弟官方Twitch頻道 今天有我們女孩 全新的專屬節目喔 PS的100種MVP 趕快訂閱全 才不會超過我們唷 一個月77人 還有三個月 還有六個月要會方案 用電腦訂閱更便宜唷 快訂閱起來吧 啪啪啪